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我们继续来讲考试类挂的占研方法 侧最终能否考上公职 还有事业单位等一类的考试呢 必须要参看关鬼窑 如果父母与关鬼窑的旺衰有冲突 要以关鬼窑为主 因为关鬼是原神 那这里呢一定要把这个原理搞清楚啊 为什么说关鬼是原神 他能够决定用神 这里面是什么逻辑呢 原因就在于关鬼是生父母的 同时关鬼除了代表名次以外 他还代表工作职位 你能不能得到这份工作 能不能得到职位 我们在工作类的卦当中讲过啊 关鬼测一些跳槽呀 换工作呀 我们主要是看的关鬼谣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考试当中啊 公职类考试当中 父母呢 他代表的是成绩 但是呢 如果你关鬼摔了 也不行 因为他用这个关鬼来代表你最终能不能得到这份工作啊 所以说呢 关鬼呢 这时候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父母摇望衰和关鬼摇的望衰有冲突啊 我们呢 一定要以关鬼摇为主 关鬼摇望代表呢 有可能是一种逆袭啊 逆袭就是什么 先开始呢 考试成绩不咋地 但是最终面试结果非常好 这叫事业单位一类的啊 因为我们讲公务员考试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比试 一个是面试 比试呢 我们用什么代表 父母 面试呢 我们是用关鬼啊 记得这个两个用代表 这个呢 是增山补义上的一个案例啊 毛月假生日沾会试 古代的考试呢 分为乡试 会试和电试 电试的级别是最高的啊 在大殿上 就是由皇上亲子参加的主考了啊 这种电试 录取一些合格的人才 所以说这个乡试呢 就类似于我们的高考吧 最基本的啊 现在高中生的升高中的考试叫乡试 夺得乡试的就是秀才啊 会试呢 类似于现在是考大学 电试呢 就是考博呀 这样的啊 这是我打个比方 三级考试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挂当中 我们的用神区什么合适呢 官鬼荧幕被日沉冲了 它属于暗洞 对吧 那么这里面我们说 考试成绩课是代表用父母 五火来代表呀 而这个五火什么状态 月见相生加一啊 日沉不作用 荧幕呢 是被月见相扶加一 是不是这个官鬼和父母都妄想 它没有存在就是官鬼 那么生子沉呢 三河紫水菊 来生世瑶 这个格局是不是非常吉利啊 这个三河菊是什么 五三腰子组合 对吧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啊 三河菊 那么生子沉不是也同时也在三河菊当中吗 当出现这样两种三河菊 同时存在的时候 我们以哪一个为主呢 这是在增山当中 根本就没有讲到的内容啊 就是这种三河菊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以主挂当中的三河菊为主 而河道变谣上的三河菊呢 我们忽略它 可以取下相啊 那取相的内容呢 属于高级课程当中的 我们现在中级课程呢 我们就讲礼法 所以说五三腰呢 一定大于三腰腰组合 这个三腰腰组合呢 就是这个生金尘土和紫水啊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三河菊呢 我们就不看它 重点呢 就是三河菊来生四腰呢 一定为吉利 所以记着啊 这有一个 这个卦呢 比较特殊 两个三河菊 最终反馈的结果呢 是果然高纵了啊 好 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